近日,2019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20名提名人选名单公布,被称为轮椅上的绣娘的石胜兰位列其中。 石胜兰是重庆市凤杰县人,12岁那年,她在干完农活回家的路上,不慎从近百米悬崖跌落,因高位结坛落下残疾,她终生需要与轮椅为伴。 2007年,石胜兰在重庆主城区遇到一位热心的老奶奶,老奶奶告诉她,虽然双腿不能站立, 但双手还可以学一门手艺,并向她推荐了刺绣。 机缘巧合下,石胜兰走进一家鼠秀店铺,开始拜师学习国家飞椅鼠秀。 一个非常热心的老奶奶,她看到我妈妈这样很艰难地背我上公交车, 她就坐在我旁边,非常关心地就跟我聊了很多, 她说我看你的手能动,她说你一定要学点什么手上的记忆这些,要争取自食其力。 接触鼠秀后,石胜兰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。 虽然自己腿脚不便,但是手上功夫却相当了得。 有了父母和老师的照顾,石胜兰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,记忆也一天天提高。 令石胜兰渐为人知的是她针线下秀出的长江三峡风光。 石胜兰秀出的绝美三峡,奎门红叶,白地雄姿等作品, 曾经获得过国家级和省市级金奖。 石胜兰成立工作室,决定把鼠绣工艺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来经营。 同时,为了保护传统鼠秀记忆,她向当地主管部门提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的申请书, 并专门针对贫困家庭和残疾人开办鼠秀培训班, 让他们也能依靠自己的双手,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。 非常想要把这门博大金生的非遗记忆和传承下去, 主要针对贫困富和残疾人。 也没想到他们都学得非常认真。 他们学的这个过程中,每天都不休息, 吃了饭把筷子碗一放,然后接着继续越来越来越来越。 学的这个过程中的精神也非常打动我。 2018年4月,石胜兰获得全国武艺劳动奖章荣誉称号。 2019年5月,她被评为全国自强模范。 石胜兰说,在生活中,她得到了不少人的关注、帮助和鼓励, 外界一直感动着她,因此她也想利用自己的作品和行动去感动他人。 我在坚持着自己的梦想吧, 就一直在往前走,一直在努力。 当我在努力的时候, 那么就有那么多的人不断地给我帮助, 不断地给我支持。 这是他们在感动着我, 让我不断坚持前行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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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